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将分享一个3D新型吊件的勾法 所用到的材料和工具都非常简单 我用了2.5号的勾针,红线 一点蓬松棉,还有一把小剪刀 还有一个小白色的珠子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现在起针 锁一针 这儿得加一针 现在从这行开始 就是 没有加两针 在这儿加 有一个小白色的雾 有一个小白色的雾 有一个小胳 算衡 你的雾 有小胳 会员 这行也一样,这夹针 下面就是一次勒推,一直勾下去 一二三四五六 从现在开始 勾一个锁针 然后这等于编一针,短针编针 下一针勾,中长针 只勾长针 同时这加一针 下一个还是勾长针 紧接着这再加一针 再勾一个中长针 只勾一个短针 紧接着再勾一个针针 紧接着再勾一个针针 然后再勾一个短针 直钩中长针 直钩长针 加一针 再加一针 中长针 中长针 锁一针 然后勾引八针 这一片星星就勾好了 然后再勾一个和这个一模一样的 现在这两个星星都勾好了 两个练一起 这样 这对齐 用一八针 好 就把这个线放里边儿 然后呢 这锁一针 接着勾引八针 其他的呢 从这一直勾下来 勾到这儿 现在这儿剩一个孔 然后呢 塞肉碰松面 油肚子 油肚子一点儿 洗的 宝慢一点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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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得在这打一个结 然后呢,把这个小柱子穿上 把这小柱子穿上之后,这儿呢,再打一个结 把这个线从这儿剪断 现在这个新型的柱子就够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观看,下次见